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数字货币 在前面的几期视频当中 我们一直在说数字货币 恐怕很快就要在一些大城市推广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 很有可能数字货币要进行强推 而不是说先来调查一下看看民众的反应 然后给大家一些适应的时间 那么中共他的行动越着急 实际上当然就说明了很多新的问题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恐怕受伤害的老百姓当中 还有一些特定的群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看所谓的恐怖消息是什么 是一位朋友说他在武汉 现在取钱的时候已经不能取2000以上的纸币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去银行取钱 你说你取2000人民币好 取了2000人民币之后呢你说下一次啊 你说你还想再取哎好像不能再取了 你这我不知道他这个限制呢是多久的只能取2000 纸币的一个意思 反正一次你不能够超过2000纸币 原来大家都知道你说这个我取想取多少 我在ATM机上一点都没有限制对吧 但是现在呢这个限制越来越严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想让人说大家以后尽量的少用纸币呗 就是尽量能用的就是在放在银行里面 另外一个呢就是 在湖北我听到的消息是那个就是说是什么工资 也要开始用这个数字货币发放 我们知道之前在江苏还有深圳好几个地方试点的时候 数字货币很多的公务员什么说收到了一部分的 这个都是数字货币 那么现在呢连武汉都已经开始推广开来了 这说明这个步伐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很多人预计啊很有可能在啊 一个月以内这个中共就要对数字货币进行强推 所以你看看他不让取纸币 然后呢强推数字货币 这些其实都是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方案 所以大家必须得有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不要觉得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这个不能够用纸币了 或者说我已经不能够从银行取纸币了 那你怎么办 对吧那你只能用数字货币 对不对 他先让你用起来 然后呢慢慢的再进行一些管制啊 就像之前他们对数字货币的这个定义一样 就说就是不能够换这个外汇和黄金 也就相当于说这个数字货币就是为这个内循环 量身定造的一个东西啊 当然他这个就实际上是对大家这个更强的一种管制啊 然后呢最新的这个建行也出台了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真面目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啊这个是建行的啊 建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的服务 可以说是在很多银行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但是呢他们数字货币都出来了啊 对吧那你说这个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大家手上又没有纸币 对吧然后呢数字货币又不能用 但是这是属于特殊情况了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吧 建行的这个数字货币到底是哪回事 他这个是一键开力数字货币个人钱包啊 那就相当于说他真的是一下子就推出来了 你看啊进去之后呢 你看啊这个是建设银行存入钱包啊 你可以充值充值之后呢就变成了数字货币了 数字货币呢 然后你看看他这个建成什么了 呃就相当于说放在你的这个数字货币的钱包里面啊 然后呢这个钱他这个设计啊 怎么说呢 他可以作为一种消费的功能就有点像什么支付宝啊 paycheck啊就是微信支付啊什么之类的 有点类似这种 但是呢按照这个中共的这个定义呢 他实际上就是把你的纸币全部换成数字货币 那那这个就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就相当于说换成的数字货币 你就没有办法再呃 换外汇和黄金 而且他如果说以后说你存进去之后啊 他不会再让你汇成纸币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单向性的 对吧 然后你看看他这个还专门设定的一些上限 你看有什么余额上限是50万个时百千万十万啊 50万 然后单笔上限是5万 然后日限额的个时百千万十万嗯 他这个都是限额的 因为他这个还不是一个正式版本 正式版本的话余额上限也许不会是这么少 对吧 但是呢这个余额上限啊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限制 这相当于说他会限制大家的这个手上的钱嘛 是不是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以后这个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数字货 货币的这个时代的话 每个人 比如说上限哪怕就是100万对吧 好 每个人数字钱包里面 你的这个钱包里面只能有100万 超过100万的就没有了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按照他们中共的这个定义 共产主义吧 人人平均啊 但是那些辛苦赚来的钱 恐怕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他有可能会让你把它转进去啊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他这个余额上限这个设置 其实看起来还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呢如果说他以后不让有纸币存在的空间的话 对吧 那但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前景 尤其是当然很多人说这个对贪官内贪了很多钱的人来说也是打击 这个当然了 当然他们的办法可能很多 可能他们早就找到什么 转移到海外的这种渠道啊 或者什么这些的 他们总是方法比老百姓要多 对吧 他们总是属于什么特传阶级 但是这个受伤害的我觉得还是老百姓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要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也就是被这个数字货币的时代给抛弃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是穷人 而是说首先首当其冲的恐怕是那些年龄大的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视频 对吧 大家可以啊 新闻上可能很多的都在播 就是一个老爷爷在坐上了这个公交车 结果呢被赶下去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不会这个扫码 对吧 你说这个扫了个健康码啊 按照这个公交的规定 你必须得扫健康码的才能够坐公交车 结果呢 那个那个老爷可能连手机都没有啊 或者是就有一个老人机 你说他啥都不会用 你说叫他怎么用对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真的是要被这个时代抛弃 但是这个显然中共他是不会考虑这些因素的 对吧 这个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恐怕都都知道这是一种歧视 但是在中共的这个统治下面 这种歧视呢就是赤裸裸的啊 他就是要歧视你 对吧 所以啊 很多人说这个呃 中国呃 很多一些被洗脑的老外 或者是被这个被中共收买的老外 都说什么呃 中国是什么什么最最最不歧视的 其实中国是最歧视的 对吧 他们他们不是以以什么样的歧视啊 他们就是歧视你的年龄 歧视你的性别 歧视你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歧视 对吧 还地狱啊什么的 这中共他就是带头歧视 对不对 所以啊怎么办呢 老百姓该怎么办 他这个数字货币的时代 我觉得啊 恐怕大家都希望中共早点倒吧 对吧 早点倒这个数字货币 也就不会强推了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只能算是一个愿望吧 只能算是一个愿望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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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